在国家统计局刚刚公布的经济数据中 宏观经济形势仍然是大家关注的标准 新生股市今天没有继续走出反弹行情 很多投资者都在实际上 游游价开始回落在实际上 地产报告显示 很多地产企业的经验已经相当重 在中三角地区 其中一部分中小企业正在想办法解决他们遇到的困难 在今年的CCTV经济年度人物评选当中 中国创造仍然是最重要的 大家好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您幸福吗 您打算去哪里旅游 您打算买什么样的车 从2006年开始 每年的这个时候 一项特别的调查就会启动 这就是我国样本最多 回收率最高的民生调查 CCTV经济生活大调查 这份调查将通过向全国104个城市 300个县的10万户居民 发放调查问卷的形式进行 倾听普通人的心声 电视机前的您可能会收到一份这样的问卷 这是赶出中国经济 墨烧最具温度的方式 也是对中国经济发展脉络和轨迹的一次大梳理 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2012年成都白贷已经开始了 我马上要搬新家了 我老高兴了 2012年 我也完成了我认识的一件大事 我结婚了 我跟我的兄弟们一起考虑理想的高中 花花又毕业了 生日又好 十几只憨太可居的大熊猫 在舞台上伴随着音乐 跳起了可爱的熊猫style 这曲极具成都味道的改编歌舞 成都style 拉开了2012到2013 CCTV经济生活大调查 启动仪式的大幕 这是由中央电视台主办 成都广播电视台承办的 第七届CCTV经济生活大调查 启动仪式 歌曲的演唱者是2011年 快乐女生歌手王毅杰 和成都法国领事馆工作人员尼古拉斯 法国小伙尼古拉斯 说自己爱上了成都 并且和成都女孩结婚 成为了成都女婿 他说成都是一座幸福城市 发现美丽中国聚焦财富成都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这里是成都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女士们先生们 这里是成都 同样的这里也是CCTV经济生活大调查的启动仪式 今天我们在成都启动经济生活大调查 每年CCTV经济生活大调查 都会对中国百姓的生活感受进行调查 你过得好不好 你感觉幸福吗 那么今天我们看到这个口号叫 发现美丽成都聚焦财富成都 那么成都呢应该说已经从中国西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 这个经济发展的一个中心 从中国美丽中国的角度来 成都应该说非常有代表性 那么成都人的态度 成都人的淡定 成都的环境生态 成都的人情 成都经济发展的指标和他社会生活的和谐的这个匹配度 我觉得都很好 那么我觉得成都这个点来说在全国非常有代表性 所以大调查呢 它是一个抽样调查 通过中国有代表性的城市 它也能代表中国经济的发展的现状 以及代表中国的未来 所以说我想选择成都我觉得还是有道理的 四川省统计局巡视员巡主员 所用数据向我们证据 幸福成都每年都是调查的两点 比如说幸福成都 这个我们一直在调查 一直在关注 成都是一个幸福感很强的城市 前几天刚刚发布一个信息 就成都 杭州和成都成为幸福城市里面排前两位的城市 而我们每年的调查里面也反映 我记得在一年年的调查里面 幸福感的认同里面 成都市民百分之六十四的市民认为很幸福 百分之三十一的市民认为比较幸福 两项加起来百分之九十五的比例 幸福成都才是实实在在的 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 要建设美丽中国 美丽中国成了热门词语 在今年的调查问卷中 精心设计了美丽中国的调查内容 最美成都人任一哥王东的故事 开启了今年 只是体为经济生活 那天就是刚买好回老家的车票 骑坐电瓶车回厂的路上 当时那天已经黑了 就是也没有路灯 就是我一不留神就跟大爷撞上了 大爷爬起来就说 小伙子他说没事 他说你走吧 我自己处理一下就行了 当时我看见大爷脱步 有些在流血嘛 我想了一下 如果我这样走得到 肯定就不行的 然后我就叫我朋友 打他120 到了医院大爷以为自己都还没事 还一直坚持叫我走 我一直没走 我想等大爷的检查结果出来以后再说 说实在的 我们当时也想好了 他如果不负担责任 我们可能要打太阵 但是后来了解到 现场他一没漏灯 二没有旁击证人 三人没有监控 换到别人了 脑子就跑 不管事故是哪一方的责任 我第一反应就是 自己肯定不能走 要先确定大爷没事 人在做天在看 这是因我而起吧 我一定要负责到底 大爷对不起 你管得好起来吗 对不起啊 当时网络看到我哭得 弄得走不动了 就安慰我说 你是家里唯一的顶梁柱了 我会尽量去 求求大爷李有费 大爷如果真的走了 我就去挣钱 成都的六行老人李光泉 不慎被电瓶车给撞倒了 撞倒老人之后 责任和担当最终没有 老人突然颅内出血 目前的王东 已经用光了所有的存款 四处举债 我想就算背负经济上的损失 但是总比梁师叔的谴责和 一辈子生活在惊恐当中 要好得多 这就是好性能就是给我捐的款 每笔我都记在这上面的 一笔都不差的 有的人可以说是名字都没有 我觉得社会上的好性能还是很多的 这不是一笔笔钱 这是一份爱心 一份对我的理解和支持 不求你就是感谢 主要是希望跟我们和你一切 共度这个难关 现在除了要负担李大爷的医疗费之外 同时李大爷需要有人照顾 我讲我和我的家人 有责任陪在李大爷身边照顾他 后来我都消耗了 父亲呢 真的信不得了呀 我还是会怨恨他 这个故事当中我们看到王东 还有李光泉老人 以及他的家庭和社会上的好心人 以他们的方式给了这个故事和以往完全不同的节目 这两个家庭所表现出来的人意宽容和厚道 让社会感受到了向善的力量 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吧 如果不这样做的话 我肯定就是觉都睡不着 我这辈子都不会安心 我现在也没想别的 我的感觉大爷他们一家人都是好人 我现在的愿望就是希望大爷能尽快好起来 被邀请到启动仪式现场的王东 给大家带来了一个特别的消息 从1月9号这天开始 他们就正式结亲结为一家人了 9号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日子 你们这个结亲的仪式是怎么 怎么样的形式 跟我们说说 有很多人见证的情况下 就是给妈 就是大爷的老板进了一杯茶 口了一个头吧 对 在我们四川那有这样的风俗 那你也就叫李大爷叫父亲了 对 李大爷 我现在就可以叫爸爸了 虽然他还没清醒 还不能认我的话 虽然他不能认我 但是妈认了我 哥他已经是我哥了 仁义哥王东新任的兄长李大哥 也被请到了现场 他还给王东带来了一份礼物 因为马上过春节了 王东从11月6号到现在 一直陪伴到个父亲身边 从未离开过 现在过春节嘛 我打算把他盖回家去 因为以前父亲两次赶他走 他都没有走 现在我们的盖回家去 让他跟他的家人团差远远地过一个春节 那您这是给他买的什么呢 我没有什么好的东西买嘛 就是买了一点我们家乡的一点偷窃产 我老婆给我买了一件衣服让他穿 现在王东身上很担保 我把这件衣服给他穿上 让他避避风寒 虽然不是很高贵 但是当一下风衣服还比较可以 我们毕竟他是我爹地了嘛 诗经里头有一句话叫 起约无依 与子同常 所以我们想 兄弟之间的感情 无外乎就是这样 有一件衣服 大家共同预寒 其实说到预寒 他们现在就在共同抵御一个难关 任一哥和后道哥的感人故事 可以说在成都家与户晓 在启动仪式上 来自贵州的小伙子王东 以成都市民的身份 填写了本次调查活动的 第一份调查问卷 成为十万份调查问卷的第一份 这标志着2012到2013 CCTV经济生活大调查正式启动 CCTV经济生活大调查 2006年由中央电视台 联合国家统计局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推出 是迄今为止 中国最大规模的民间调查 和媒体调查活动 调查内容包括全年经济印象 百姓收入支出 投资理财 市场热点 民生焦点 百姓幸福感等 调查样本是全国范围内 十万户家庭 2008年 大调查结果显示 宁夏9.6%的受访者 表示愿意买房 在全国比例最高 在2009年 宁夏银川房价涨幅 连续十个月 全国第一 2010年 大调查的结果显示 有42%的受访者 想购买电脑 在所有的商品中 比例最高 结果2011年 中国超越美国 成为全球最大的 个人电脑市场 大调查的结果 精确地预测了市场趋势 为企业决策提供了 可靠的决策依据 同样在2010年 大调查结果显示 中国百姓最关心的问题 是物价上涨 比例达到了72.9% 2011年 中央把稳定物价 列为头等大事 显示出大调查 对国家民生政策的 准确预计 2011年 大调查首次提出 警戚国人休闲病的信号 数据显示 超过70%的受访者 工作日的休闲时间 不超过三小时 且休闲活动单一 其中8%的人群 认为自己忙碌不堪 没有休闲时间 但同时 却有66%的人 想去旅游 2012年 国庆长假 有7亿中国人出游 各大景点 人满为患 路上拥堵不堪 引发了人们 对病态 黄金周的思考 也再次证实了 经济生活大调查的 前瞻性 今年的调查问卷总共有16个问题 保留了往年经济印象 投资消费 民生热点 幸福感等 以确保7年来调查数据的延续性和可对比性 新增了休闲旅游 美丽中国调查等内容 对百姓经济信心指数 幸福感和2013消费投资市场预测 进行了全方位的解读 姚景元 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 曾任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 连续7年参与 此次提为经济生活大调查 中国经济生活大调查 它恰恰是反映我们6年来 中国经济的脚步 你想 10万个样本 87%的回收率 这个在统计学这个角度来说 作为一个民间调查 在全世界都是史无前例的 刚才小鸭讲 虽然每一个明信片 都是微不足道 但是当十万个微不足道 汇集到一起的时候 它就会成为我们 这个党和政府决策的一个 最重要的这样一个仪具 任一哥 王东的故事 开启了今年 CCTV经济生活大调查的序幕 平凡人永远是大调查的主角 我们的生活 正是在无数平凡中 走向一个个的不平凡 就像大调查的调查方式 从2006年开始举办以来 今年已是连续 第七年 每年十万张明信片问卷 共进行了60万人次的超大规模调查 85%的平均回收率 使它成为我国样本最多 回收率最高的民生调查 一张张小小的明信片 成为了一项规模浩大的问卷调查 大调查记录了变化 也预测了经济大事 广告之后请继续关注 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年CCTV 经济生活大调查的启动仪式 今年发布的调查问卷 共有16个问题 保留了往年经济印象 投资消费 民生热点 幸福感等方面的基础调查问题 确保调查数据的延续性 和可对比性 充分放大七年数据库的对比价值 与此同时 今年还新增了 城市居民满意度调查 休闲旅游 美丽中国调查等方面的调查 对百姓经济信心指数 幸福感和2013消费投资市场预测 进行了全方位解读 今年的启动仪式 选择在成都举行 也得以让我们近距离的解读 这个天府之国的生活密码 从2010年开始 成都推出了成都经济生活大调查 2013年1月9号 启动2012到2013 CCTV经济生活大调查时 也同步启动了 2012第三届成都经济生活大调查 这个调查极具成都地方特色 和前两年都一样 突出成都的地方风味 今年的大调查里面 你比如说在设计里面 我们的选题就有 今天世界的财富论坛 在成都召开 今年6月上旬召开 我们把这个设计去讲 征语老百姓的意见 熊组员连续三年 参加成都经济生活大调查 他说 每年对发放的 一万份调查问卷的数据分析报告 都对成都市政府的决策 有着实际的意义 比如说交通 这两年成都交通很堵 在2010年调查的时候 交通的拥堵成为市民反应 强烈的一个问题 这两年成都市委市政府 采取了一项重大决策 就是交通先行 成都不仅是一座幸福城市 作为西部中心城市 是全国副省级城市中 经济增速最快的城市 2011年 全市实现GDP 6854.6亿元 比上年增长15.2% 预计2012年 经济总量将突破8000亿元 中国经济看西部 西部经济看成都 已经成为投资者的共识 世界500强企业中 有200多家落固成都 2013年 还将迎来第12届财富全球论坛 党的18大提出 要在2020年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小康话题成为最热的民生话题 本届大调查 向普通百姓 征集小康生活故事 成都高新区天赋软件员 IT男自拍的 低微短片 麻辣味十足 吸引了大家的关注 Hello everyone 我叫林茂 80后是四川人 两年前 我从严海从事 回到了成都发展 加入了一家 全球型IT服务公司 从技术开发 做到了管理岗位 在一般人眼中 IT男大都是眼镜比平底而厚 整天宅在家 电脑当老婆 无聊无爱后的 木拉形象 不过这样的经历 在我们成都高新区 早就不好找了 求而代之 生活丰富多彩 快乐幸福 已经成为我们的新标签 你不信吗 今天就让我用自己的TV镜头 进入下24K 纯IT男的成都市生活 作为资深的IT男 我们最大的快乐 当然还是来自于 不断地攻克技术难题 成为黑客帝国里的 旧式英雄 我跟你讲 是个最炫的 我的代码声音器 这哥们收集编程 那是没完没了 成都市中国IT地市场 追求了中国国际 知名的IT企业 和最前沿的创新技术 在这里 像他这样的技术牛人来说 简直就是天堂 哦 当然了 我们凭什么生活 可不止 光对着电脑哦 咖啡下不茶 是基本配备 好不介绍呢 那是每日必须 我成功吧 火要低了 天气好的时候 我们还会一起打篮球 锻炼体魄 和团队协作能力 以便备战天赋软件员 组织的各种有趣比赛 我的同事们 尽力旺盛吧 还有一个年一的 运动完 我们还可以在公司舒舒服服地争个商拿 如果你把剩无品带起 完全可以把公司当家了 过日子了 当然了 万事俱备 职签一样 那就是IT男们最大的困扰 刷朋友 这个表好蓝铁 那我现在就发生了 有有有 美女 在我们这儿是稀缺保护物种 如何解决个人问题 这曾经让大批IT男们 很是郁闷 不过组织上考虑的比较周到 前不久 高兴去给大家组织的一场IT男 相亲大会 还别说 这招对平时修设的IT男们 还真管用 去的女生好多 而且我告诉你 好多女孩子喜欢我的 真的 就能不能加油吧 这种福利我是享受不到了 因为哥们我 已经有了幸福小家庭 瞧 这是我的作家 不华丽 但很结实 从这儿看上去 八楼 那是我家 我老婆应该正在做饭 她可是漂亮又贤惠哦 2092年 我最幸福的事情 就是当了爸爸 娱乐可爱的儿子 儿子 在成都 我收获了事业 收获了爱情 成都是一颗实现 中国梦的好礼法 事业 爱情梦想 这就是一个IT男的 幸福小康生活 要家就家 爱迪兰 我们一起过成都市生活 Baz de Han 给大家打个招呼 瞧这虎头虎脑的 多可爱啊 我们也让幸福的妈妈 说两句 都听到你在说了 在成都 嫁给IT男怎么样 我觉得他工作很积极 挺有事业心的 然后也挺顾家 没有因为 就是自己忙于事业 而忽视我们 所以感觉很温馨 迪茂一家 作为成都市民的代表 在现场填出了 2012成都经济生活 大调查的第一份问卷 我比较关注 就是第二道题 最关注到成都经济方面的事情 我选了第一个 今年的财富的全球论坛 在成都 对 第二个呢 然后是 如注成都的世界五百强企业 去到西部第一 这样你跳槽又有了新的可能 倒不是跳槽 因为我现在做到管理岗位 就是我很期待很多这样的精英 从其他地方能够来成都发展 所以说有更多的人可以加入我们 共住一个更加好的平台 对 在2012到2013 CCTV经济生活大调查的启动仪式上 现场400名观众填写了这份调查问卷 他们关注的话题 有生活质量 收入等 肯定是房价 还有就是家庭那个就是 现在就是 我们退休工人的 退休工资 工资希望再涨一点 收入嘛 第一个是健身的 就是我比较喜欢 最近没上次打网球 然后另外呢 就是喜欢看电影 一起唱卡拉OK 跟老婆 我觉得我 从启动开始 这十万份调查问卷将由全国五千名邮递员 采用入户调查和邮寄问卷的方式 一张张递送到被调查者手上 历时两个半月 通过对连续七年的数据分析 最终形成媒体视角的 此次体为经济生活大调查报告 传递中国百姓的真实新生 为国家政策制定和商业决策 提供科学依据 成都IT男的小康生活 幽默灰血 麻辣味十足 虽是生活的小片段 却反映了新生代们 积极健康的生活态度 正是这样的阳光心态 让我们看到了未来生活的新希望 就像是 CCTV经济生活大调查的主题歌 微不足道和感知中国心中写的那样 微不足道 虽然我有些渺小 可我也想知道生活怎样更好 感知中国心 拥抱真实的美好 让我们新联心传递彼此的心跳 今年的大调查 从成都启航将历史两个半月 完成又一个十万人大调查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请继续关注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